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开影坛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南汉山城》 影片改编自小说家金勋 于2007年度完成的同名历史题材小说 原著小说在韩国有相当大的传送度 通过这本书了解到 1636年那场清军与朝鲜国的拉锯 1636年南汉山城 朝鲜国王与大臣被清军围困长达47天 在过去我们常常嘲笑 韩国不顾历史事实是一个无赖的国家 无论是曾出提起的 把端午节、中秋节等我国传统佳节 据为己有的行为 还是种种政治事件的表现 似乎我们的认定都是有根有据的 然而《南汉山城》这部电影 却非常罕见地直灭了真实的历史 全方位展示了《丙子之战》 在创伤计调下 电影冷静而克制 如果观众带着愉悦深心的念头 打开这部电影 很大可能要失望 而如果你是带着反思历史的态度来观看 静下心体悟 你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优秀的电影 《南汉山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不把观众当傻子 全片139分钟 涉及到清军说话的地方 全部都使用了蛮语 不要瞧瞧这一设计 在我们自己国家 环珠格格 甄嬛传 让满族人说汉语的电影电视 简直一抓一大把 因此也有人笑颜 这下算是见到了 活得说蛮语的吴阿哥了 此前 韩国也有不少表现 兵子之乱的作品 比如在最终兵起功力 韩国人不乏 中国手撕鬼子的英勇 而在南汉山城中 不同派别大臣的不同态度 对清朝客观全面的叙述 都尽可能的还原了历史 因而显得难得可贵 复巢之下无完乱 长达47天的围困 到最后的投降求和 无疑是韩国的历史伤口 同样的历史 选择表现什么很是重要 比如战争 有导演拍飞机拍炸弹 而有的导演 像罗曼蒂克消亡史 则演笑艳艳 把一个黑帮家族 因为战争受到的冲击 用巧切口表现 虽然兵子之战 是韩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哈山城同样选择了小切口 并没有刻意渲染宏大 在压抑平静的氛围下 导演致命这段 略显耻辱的历史 把镜头对准了孩童 铁匠等等普通人 新百姓苦 王百姓苦 历史滚滚的车轮 首先碾过的一定是普通人 就成这点 导演的情怀 其实已经足够大了 是看完了这部电影 我才知道 朝道片可以不单单 只展示王大臣和军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